为了去看黄色小鸭 今天特别安排高雄的一日快闪之旅 我从左营搭乘区间车 先到内围车站 在这里准备前往果茂社区 左右两侧的壁画非常漂亮 这里就是高雄的果茂社区 我之前有拍过影片 这里的特色就是 它有两个半圆形的建筑物 可以在天空中形成一个圆形 像这个样子 很漂亮 它这附近也有市场 还有很多的早餐店 都可以去享受平民美食 果茂社区呢 它位于台铁的内围站附近 我今天是搭火车 从内围站走了大概十分钟过来的 这个社区的中央公园 有许多小朋友还有老人在这边休息 算是一个闹钟取景的地方 很多人来这里取景 在这里拍照的重点呢 是要把相机或手机 放在比较低的位置 再往上方拍 旁边这一家是宽来顺早餐店 人非常的多哦 好 我们过去了 我们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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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还没有做 我妈妈 你还没有做 我妈妈 好,這裡就是台鐵在高雄的內維車站 我今天早上呢,從高鐵左營站走路到旁邊的台鐵新左營站 搭乘區間車,大概只要五分鐘就可以到內維車站了 出站之後呢,再走到那個方向的果貿社區裡面 吃早餐 那現在呢,我們要走到美術園區的公園 去看一下那邊的景色 所以我們回到內維車站繼續往南的方向走 好,這太有趣了 這裡竟然有一個交通號字是我沒看過的 叫做炎禁烤鴨 No duck roasting 太有趣了 又看到一個很特別的標誌 叫做當心氣功 太有趣了 這個公園有很多 很有趣的號字啊 這裡就是著名的龍貓隧道 高雄捷運即將進站 上面是高雄青軌的珍愛碼頭站 旁邊就是高雄流行音樂中心了 然後 我們現在要去看小鴨 這裡有 高雄冬日遊樂園的一個地圖 我們可以看到小鴨的位置在這兩個地方 看起來這個活動還辦得蠻豐富的 我的右前方就是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這也是近幾年才蓋好的建築海音館 然後呢 我們現在要走這個步道上去看鴨鴨了 現在看到的是鴨屁 就在我的右前方 2024 黃色小鴨 在高雄 觀看黃色小鴨其實蠻療癒的 讓生活充滿壓力的現代人 可以藉由黃色小鴨的療癒效果 得到一個舒服開心的體驗 黃色小鴨是荷蘭的藝術家霍夫曼所創造的 它是從荷蘭的一位畫家的風景畫裡看到有一隻鴨子 後來它將玩具黃色小鴨放大 並根據全世界每一座城市的天氣 潮汐及擺放位置的不同 打造不同尺寸的黃色小鴨 那也受到許多民眾的喜愛 不免俗的我也有向攤上購買了一些黃色小鴨的紀念品 離開這裡之後我要步行前往大城街的港園牛肉麵吃午餐 這裡是高雄市的大城街 前面的招牌就是港園牛肉麵館 這一家的牛肉乾拌麵很好吃 聽說豬腳麵也不錯 我如果來高雄有到嚴城區的話 我都一定會去 那我們就去裡面吃飯了 在港園牛肉麵館吃完美味的午餐之後 我決定用步行的方式 大約走十分鐘前往國二藝術特區 主要是因為在這個特區呢 有玩玩米飛創意特展 正在進行 它是免費參觀的 那主要展出的主角就是米飛兔 那我首先走到了大港橋這裡的風景相當的漂亮 那除此之外周邊的建築物外牆都有一些彩繪 那米飛兔的特展 那米飛兔的特展就在柏爾藝術特區的一個倉庫裡面 在倉庫的大門口有一隻大型的米飛兔 應該很容易就找到了 這個展覽裡面呢 有非常多具有創意的一些米飛兔的造型展覽 那裡面除了展示之外 也有非常多周邊的商品 那人氣相當的旺 來參觀展覽的人很多 那也有很多的可愛的一些造型 米飛兔是荷蘭的藝術家所創作的角色 那在全世界都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看完米飛兔的展覽之後呢 我走路經過鐵道園區 要到高雄捷運的西子灣站 那到西子灣站呢 主要是要搭乘捷運的局限 從西邊一路搭到東邊的大東站 我要去大東站看大東藝術中心 大東文化藝術中心 這裡的特色就是熱氣球造型 今天的高雄日快餐之旅 就在這邊畫下句點 喜歡這支影片歡迎按讚訂閱或分享 下次見 掰掰 掰掰